加油时缺筋少两 高科技作弊手段层出不穷 看监管部门如何顺藤摸瓜 严厉打击违法加油站 北镇瓜农营丰收 各地农户去取经 到底是啥瓜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为了种好枸杞 铁领的丁小军经历了哪些困难 他是如何克服的 从咸菜 酱菜到小菜休闲食品 锦州百合小菜是如何变身 抓住市场的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 我是主持人俊风 现如今农机已经走进了 越来越多的乡亲们的家庭 那么大家在加油的时候 是不是想到过一个问题 就是加油站也有作弊的行为 最近我们记者跟随朝阳的监督管理局 就查获了一起加油站缺筋少两的事件 咱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 刚进入朝阳北票市的一家加油站 几名执把人员就迅速控制了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随后对加油站的一台加油机开始了现场检查 最近一年多 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在朝阳境内查获了好几起加油站作弊行为 这家位于北票市三宝村的翔海石油 看起来生意不错 他们是否也存在加油时缺筋少两的违法行为呢 现在数值是多少 101.96 明明油桶刻度上显示只加了100升油 加油机上的数字却是101.96升 数值上差不多有两升的差距 这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这个标准器是100升油 它的显示是101.96 就是它花的是101.96升的钱 但是只加了100升油 那这个是符合标准的吗 不符合标准 应该是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范围内误差可以 国家对加油机允许出现的误差 是在千分之三以内 而这台加油机的误差却接近百分之二 随后执法人员又开始对 翔海加油站里其他的加油机进行检测 我们加到这个标准的100升油 那个核的线里 对照一下它 它现在是加了102.16升 外面的检查紧张而有序 而徐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质量监督执法分局的局长沈志飞 却站在屋子里一直没怎么动 他从始至终都在仔细观察着 加油站负责人的一举一动 似乎想要从中找到什么线索 那你再出事下 你再正让我看一下行吗 我姓氏 他没出事了吗 我哥出事了吗 你给你出事了吗 我看 叫神之飞是吗 对 神之飞 这主要就是看整个这个形式 对吧 不止他们那块查哪块 也是看着他们的经营者 不是 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 对啊 他有电源 他如果有作弊设施的话 他给断了的话 不也做不了别人 对吧 要破坏现在这种状态 根据反馈回来的数据 神之飞的心里已经有了数 凡事都要讲求证据 神之飞的信心又是从哪来的呢 眼看着有问题的加油机越来越多 神之飞也加入到了检查的队伍中 他拆开了一台加油机 熟练地找到了藏在加油机里边的一个小装置 这根白色的线难道就是加油站作弊的证据吗 神之飞顺着这根白色的线又能发现什么呢 沈志飞已经找到了一个白色的盒子 但是他的脚步却并没有停下来 他还在找什么呢 这是一个白色的盒子 现场找到了接收装置 那发射装置又安在哪呢 那个可以控制加油机货币的发射装置 应该就在这个加油站里 可它究竟藏在哪呢 碎着呢 不再熟悉 Joseph 喝 去吧 你看伯娘 这算好了 这算什么呢 以后那个 以后那个 应该 以后那个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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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的就是一个发射装置 发射装置 这个发射装置跟那个 加速机刚才那个线头 跟那是相连的 藏着这么隐秘 藏着一台电脑 整个最里边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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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对吧 我不知道这是干啥的 不知道你使用要躲着它 你能不知道吗 能吗 实说求是 好吧 这个干嘛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真不知道哥 你给这块经营多少年呢 我刚来 你刚来多少时间 我刚来 只差点点 我刚来 我那个两个来月 刚来两个月 你刚做什么的 我真不知道 两生 他们前天都不相符了吗 1.96那也两点一 对不对 他们设的是两生 设两生分的 谁改生涂两生油 沈之飞说 这套发射装置 安装的是非常隐秘 现经过天棚 穿过两间屋子 才最终连到了一间卧室的电脑上 卧室里还有一套监控设备 如果发现执法人员来了 操作者只需要按下一个按键 加油机就会马上恢复正常 执法人员也就瞬间无据可查了 作弊系统被现场找到 加油站的负责人却一问三不知 检查期间来这家加油站加油的车辆可不少 消费者们这时还被蒙在鼓里呢 并不知道自己家的油不够数 这不扯你这不骗人吗 他们说呀 行他干这些年来能能缺你少量吗 是吧 之前一直在这加油 对对对一直在这加油 加多少时间了 加一年半吧 一年半了 为啥一直在他加一加 就是他的油价还得比较便宜吗 我一般时候有时候这一箱有五百多升 那五百多升那就差十升油 那差不多五六十这边 那就除了那五六十万钱 讲话现在这油价这么跑的话 有的时候现在也跑四五十公里 挺不可思议的 这么大的加油站 讲话确定少量 有点腿傻的 每加一百升少给两升油 消费者是根本就没法察觉 可是加油站却可以积少成多 每天从中苛扣不少油 最后经过反复的核查 小海加油站一共有六台加油机 其中四台存在着作弊情况 没收作弊仪器 我来进行根据它的数额 根据性质进行发款 在整个检查的过程中 沈志飞从发现数据不对 到找出作弊装置 动作非常的熟练 而两年前 他还对这类高科技作弊装置 并不熟悉 来到沈志飞的办公室 我们看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摆满了各种加油机的键盘和线路板 这样的一套设备看起来似乎并不复杂 可是里边的技术含量可真不低 它是属于监控的 它监控谁呢 这是计量芯片 然后这一边这还有 这是总理机芯片 它这个数据是分三五给它 由它来验证 这这这几种数据是不是相同 它如果说你家机如果说有作弊 它作弊的话 发现不同的发现这个三种数据不同的话 它通过它能自动把家居说死 现在它把这个芯片 监控器里芯片的程序给改 它把程序改了以后 现在就说这些数据到它来 它合适不了 沈志飞说 作弊装置是层出不穷 目前被查获的作弊装置主要有两种 而第二种作弊装置更加隐蔽 不易被察觉 这第二种作弊方式也是 它把机控主板的一个监控器芯片 这里面程序要改了 改完以后 它不需要在外接装置 跟第一种不一样 不需要在外接这种接收器啊 不需要接受这种装置 它直接通过它家机这个键盘 这就是家机咱们拆开的键盘 通过键盘输入一系列的密码 指令 它把这指令发送给家机 这家机就执行它的作弊程序 就能偷咱们老百姓的油了 这种方式特别隐蔽 因为它没有 就在它整个家机内部运行 外部是你是在检查中 外部没有其他多余的部件 你是发现不了 怎么对这些黑心经营者的作弊行为 进行坚决有效的打击呢 执法人员开始 没日没夜地钻研起这些设备来 我们就组织一个小组 我们就进行研究 究竟怎么作弊 怎么破解它 因为它是很隐蔽 它通过这种 现在属于高科技作弊方式 反向思维 知道它怎么去作弊了 那咱们查出它 就会得心应手 然后这个时候 当时我们就是研究了 将近两天的时间 两天的时间 崔博尔终于把它这个 整个的作弊这个方式 把它怎么设置 这些全部弄出 正所谓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经过深入研究 执法人员终于掌握了这种高科技作弊行为的人力 开始有效地对部罚行为进行严厉抵击 最近一年多 他们共在朝阳境内发现违法加油站11家 其中已经定性并严肃处理的有7家 为了让消费者不再受到盟离 执法单位还在这些加油站变向社会进行的攻势 他们是北跳市五间房镇 王岚子村金三角加油站 建平县哈拉道口镇 农枝区路站 北跳市东关银厢炮手村 许松加油站 建平县奎德肃镇 西山村大洞石油武警公司 宁源市松宇子镇 茶庞村路原加油站 双塔区桃花子镇 夏娃村中英游加油站 朝阳县东大道乡 小北沟村大安加油站 目前对这些加油站 的处罚结果是 没收作弊加油机 罚款 没收非法组合总计 170万本 还有几家加油站的维卡行为 正在处理当中 处罚结果又会陆续向社会公布 说实话 无论我们相亲们具备什么样物理看花的辉言 对这种高科技作弊的行为 咱们真是还没有办法 所以真的希望这个有关部门能够站出来 狠狠地治理一下这样的行为 下面时间呢 我们将来进入今天的谈天说 这位相亲说老师你好我们家呀是种大葱的去年选的品种不怎么样今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款抗病好一点成熟期短一些 葱白相对长一些的品种呢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技术人员给他介绍一下 我们沈阳市农科院选育的圣经一号大葱新品种 正能满足你们地区农民这一需求 圣经一号大葱新品种 租稿在130公分左右 板长50到55公分 抗病能力都很强 生长速度特别快 适合上茶种土豆 小麦 西瓜 甘蓝等座物 它是理想的下茶接口的大葱新品种 圣经一号大葱品种 叶色是绿色 功能叶片5到6个 抗导服能力强 蜡粉是适种 在7月中旬进行定值 10月20号左右 收获上市 对它的产链肯定是要高 因为生长速度快 在4月20号左右就可以达到成熟 可以上市了 这品种我们要种了 在市场上销售怎么样 圣经一号大葱口味发甜 在市场上销售情况很理想 还有一位观众给我们留言说了 说老师你好 我们今年想种大白菜 想选一个大棵菜 厂芯的 有没有比较好的品种呢 麻烦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 给他解答一下 咱们这个种植这个厂棵菜 大棵菜一般的以前的一些品种 它都是新长帮后长芯 今年你要是想种这个大棵菜 我给你推荐一个 就是最近我们培育的一个新品种 它是什么呢 帮芯一起长 也叫顶芯长的菜 这种菜呢 它来芯特别快 你像以往的菜呢 来芯慢 秋天的时候呢 壮芯不紧实 后期温度低 壮芯速度慢 不紧实 最后的那个影响产量 影响咱们的收藏 但是我们最新培育的一个 祥光厂芯菜呢 它是顶芯长的 就是芯帮呢 一起生长 也就是说在咱们那个后期的时候呢 那个想提前采收都可以 而且提早上市 咱们这个厂芯菜 顶芯长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以往的大颗菜啊 都比较大 选择这个类型的品种呢 一般的都是以计算菜为主 它的一单株重量呢 都可以达到20多斤 最大的可以达到30多斤 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咱们这个选厂芯菜呢 必须选这种顶芯长的 芯帮一起长的 这样以后呢 秋天的时候 气温低的时候呢 不影响咱们壮芯 它壮芯紧实呢 我们也可以就是提早的去收获 还有一个咱们相关这个厂芯菜 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是可控性的 到了咱们这个后期 说我不想要这个太大个 20多斤 30多斤太大了 我就想要20左右斤 17分斤左右的 这个一般的厂芯菜呢 它的芯都不会紧实 但是咱们这个 强广厂芯菜呢 由于它是顶芯长 速度特别快 到了咱们那个 后期的时候 到17分斤 20多斤的时候 想要收的时候 咱们一摸 哎 装芯非常紧实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采收了 当然了 如果说你有啥没听清的 没记住的 或者有啥其他别的问题啊 也可以拨打农业专家热线 024-8652-8168 越南一名男子 养了20多年的树 价值300多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树 广西的网线养鱼呢 出现了大批死亡的现象 这又是为什么 更多的三农资讯 来关注天下三农 杨宁是我国蓝梅的主要产区之一 但是在去年蓝梅下滚的季节 却遇到了高温气候 这对蓝梅种植有不小的影响 相比往年 蓝梅的产量只有封产时的三分之一 今年没有了去年的反常气候 蓝梅的涨势非常好 在开源市的一个蓝梅种植合作社 第一批蓝梅已经上市了 开源市临风香 是辽宁蓝梅的主要产区之一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 自五月份开始 辽宁本地的蓝梅开始上市 现阶段销售的主要是大鹏蓝梅 和去年同期相比 现在的蓝梅价格有所下降 再过一段时间 北方各个地区的陆地蓝梅会集中上市 蓝梅的卖价还会有所下降 一般到了七月末 价格会稳定下来 对即将到来的蓝梅集中上市 所导致的价格下降 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 由于基地的蓝梅产量大 一斤蓝梅15块钱左右的价格 利润还是很丰富的 最大量是一天就给你煮了一车 你一车是拉七千多斤 这家蓝梅基地负责人介绍 近几年国产蓝梅 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 品质也在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喜欢购买国产蓝梅 来收购的商贩 也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个时期 他们基地的蓝梅销售 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近日民政部教育部等时部门 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 决定从2019年开始 中央财政补助 东中西部的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 从原来的基础上再增50% 即每人每月提高到300元 450元600元 同时还将继续实施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 对孤儿医疗康复费用 医保报销后的自付费部分 给予补贴 支持有医疗康复需求的孤儿 渡过难关 好消息 日前由辽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会同沈阳市执法局主办 辽宁省找厕所平台 正式上线仪式 即开展厕所革命宣传活动 从现在起 小伙伴们只要搜索微信公众号 点找厕所平台 就可以在全省范围内 随时随地找到附近的公厕 或者对外开放的厕所 同时 通过扫描测位悬挂的 二维码等方式 还能进行在线投诉 报修 随手拍和意见反馈 对厕所的服务质量 进行监督和评价 截至目前 已录入7000余座公厕 和内测开放信息 覆盖全省所有城市和县城 以后啊 只要您随身带着智能手机 内急的人应该不会再遇到 满大街找不到厕所 急得团团转的尴尬了 除草机的声音 大伙儿听过吧 动静儿那是相当大 这不嘛 在大学里读书的大学生 就更受不了了 因为校园里 只要除草机一开动 耳朵受不了不说 连老师说啥呀 都听不清了 前些日子厦门大学 祥安校区就来了一群牛 没错 牛数量还不少呢 这静音除草 不走寻常路的佛系操作 校风一众网友 不过乌龙事件 很快真相大白了 其实啊 这些牛并不是学校 请来进行安静除草的 而是附近村民家的 这些牛被校园里的草地所吸引 从学校的围栏上的缺口 钻过来偷吃 搞得保安大哥们 还得经常化身放牛娃 把这些误闯禁地的牛们 赶回村里去 话又说回来了 牛是赶走了 可这除草机造烟 影响大学生上课的事啊 也得处理好才行 日前 据越南媒体报道 越南一名盆井爱好者 在26年前 花了4000万越南盾 约合人民币12000块钱 购买了两棵罗望子树 经过多年的细心照顾 这两棵树都长高了不少 而且外形啊 越来越相似 后来这两棵树被认证为 越南最古老的 观赏性罗望子树 这树的名气大了 市场价格也就跟着上涨 干男子称 有人曾出价100亿越南盾 约合人民币300万 购买这两棵树林超过156年的 罗望子树 但到现在 这位越南老哥啊 也不舍得骂 最近 广西吴州苍吴 长州 寻江河段 出现网香鱼 大批死亡 受灾 养殖网香面积 约为10万平方米 涉及养殖户 140多家 经农业专家采样检测 确诊为 爆发性小瓜虫病 专家说 这次小瓜虫爆发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 水温23到25摄氏度 适宜小瓜虫生长繁殖 同时 长州库区 库容水位低 水流动性很差 小瓜虫大量繁殖 寄生在鱼体身上 还有 养殖户不及时打捞 网香死鱼 乱丢 带病死鱼 这些原因啊 都加快了 小瓜虫传播速度 与范围 目前 有关部门 已经对死鱼 按照 不准宰杀 不准食用 不准出售 不准转运 要求 必须按 无害化处理的原则 进行处置 专家表示 目前 对小瓜虫病 还没有治疗特效药 所以 要以预防为主 此外 小瓜虫病 是寄生虫病 不在人当中传播 所以 对于健康鲜活的生鲜鱼 经过正确的烹饪方法 煮熟 煮透 还是可以吃的 请大伙 放心 北镇陈文江家的香瓜 喜货大丰收 乡亲们听说 它种了一个新品种 所以都像曲曲鲜 那么这个 个头大 品质还好 卖价还高的香瓜 是有什么来头呢 咱们来看一下 一大早 北镇市王夏 挖子村 陈文江家的香瓜大棚 呼呼啦啦 来了一大帮人 原来啊 陈文江说 今年他种了一个新品种 不但个头大 产量高 卖价还比普通瓜高出一倍 大家伙都想来取取精 陈文江种了20多年瓜 啥样的品种都种过 香瓜种植 技术管理 方方面面都没得说 但是他说 想种好瓜 选好品种 更关键 这个这瓜挺好事 另外的话 它是造别瓜 做地少一半苗 产量还高 这个最续 要省烟工的话 就省一半 这棚70米 70米的棚 产量能多少 产量要据估计 就是说去死 浪费 也是六七断金 香瓜品种多 哪个挣钱 哪个好管理 都得琢磨 好不好慢 也很关键 咱乡亲们都想种出来 个头大 品质好的香瓜 这样才能卖上好价钱 到底啥样的香瓜 更符合咱乡亲们的 选种要求呢 这个指缝99的 是花皮天瓜 它就是甜度特殊好 这糖度 要是好 要是管理好 得当的话 就是能达到20个左右 它羊口还是细 它也属于干染瓜 我给你掰 你看 你看 它这个羊不是特别稀 对 而且羊不稀 对 羊少 它三细子 羊少 又是厚 又是紧臭 你看那个没有那个刹劲儿 知道 它就压秤 这瓜就沉 这个就是 这瓜子沾点 那个 就是浅绿去了 大棚里的香瓜 看着挺娇气 可实际上呢 这瓜不怕磕 不怕碰 耐储 耐孕 就是放上一个星期 也没啥问题 这个像山东 河北 辽宁 吉林 黑洋家都可以种 这个适应性相当广 它可以密质 可以摘到2800到3200 密质的话 你瓜留一多 它产量自然就高了 这一个瓜都得在2斤左右 但我们建议 这个棚户吧 留4个瓜 它就好了 就个头上 对对对 稍微小一点 市场会更应可 这个出棚价的话 这个给的价位都比 就是绿瓜呢 和是那个这种 铜的那种花瓜 要高三毛到两毛 获加其 也跟相对来说 比老品种那种 红杨绿杨 那个 你要好几朵 乡里乡亲来取经 新品种成了大明星 好技术 配上好品种 这香瓜种的 挺成功 枸杞呢 要时两用 所以市场潜力非常好 所以铁岭的丁小军呢 也看出了这个苗头 想种一下这个黑枸杞 但是大把的成本投入之后呢 这苗却没长出来 而且大家也知道 这枸杞是三年见过 那这么多困难 它是怎么解决的呢 一提起枸杞 咱最先想到的 可能会是宁夏 可是夹在铁岭的丁小军 不但在大棚里种出了枸杞 还种出了难度更大的黑枸杞 这几天 它的黑枸杞 已经陆续开花了 它有这个紫色 还有这个黄色的花 它那怎么回事呢 这刚开花是紫色的 就花落以后 做出果以后变黄色 今天是第三年刚结果 第五年是剩果期 目前来看这个涨是咋样的 现在 啊 瞅这个涨是还挺好 挂的果还挺多 问起丁小军为啥要种枸杞 他说这还要从四年前的一次串门说起 在邻居家看着就是有几颗啊 它长得挺好 也挺好看的 瞅着产量能挺高 价值也挺高 好管理嘛 它就自然成长 还不用啥拍的管理 丁小军花了大价钱买了枸杞苗开始种了 可是刚种不到一年 他就傻眼了 枸杞根本就没长出来 你汗 怎么汗把他来说 汗那包米都汗死了 汗的啥腾都 水里根本 你胶的水里都蒸发的不够 赶巧当年遇上了大汗 丁小军忙活了一年 望着颗粒无收的土地 心里直发愁 可是他不甘心放弃 又建了一个棚 这一年他选择了更难种的黑枸杞 这个红枸杞 也没有这个黑枸杞 经济价值高 另外是这个大棚 投资挺高的 所以说想 搞一个就是 经济价值高一点的 所以说这个 成的黑枸杞 红枸杞都没种明白 还要种黑枸杞 村民们都觉得 丁小军是瞎耽误功夫 枸杞三年才结果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 丁小军在枸杞大棚里 套种了小葱 枸杞要求光照时间长的 需要光 所以说这套种葱 它不影响它的生长 适合生长 它通风还好 为了让黑枸杞更好的生长 丁小军还改良了棚里的土质 现在土变松软了 原先这土是黄年土 经过改良鸡份牛份羊份 精心试弄了三年 如今黑枸杞终于开花了 丁小军说给枸杞受粉 人工可不行 必须要用到蜜蜂 这是因为啥呢 你看这刺儿嘛 跟这叶是一个色都是绿的 你干活不小心就扎 这个黑枸杞都有刺儿 所以这个蜜蜂受粉嘛 做果率高 这个严工受粉呢 它扎手 不方便 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让丁小军很是开心 他也有了新的打算 以后这个冲啊 这冲卖了以后 就是情形到了 咱们这个枸杞又是产量高的话 可以 采摘 整个采摘员 丁小军说 种黑枸杞 虽然比想象中更难 但是只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就一定能够成功 他相信 自己的黑枸杞会越种越好 也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这里呢 要和大家说一下 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和辽宁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 共同打造的富宏之下 文化惠民广场演出的系列活动 已经走进了辽西 将于6月28号18点 在复兴的万达广场 和6月29号的18点 在朝阳的万人广场 接连进行 到时候您可以 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 一起去现场 参与互动 好 下面时间呢 咱们稍息休息 稍后继续 辽宁卫视黑土地 咸菜呢 清脆爽口 一般的东北人呢 都非常爱吃 尤其这个季节 特别下饭 那么在咱们辽宁省呢 比较有明细的咸菜呢 就得说锦州小菜 说起来锦州小菜 历史也非常悠久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走进领海市 看看这个锦州百合小菜 是怎么做出来的 咱们最熟悉的锦州小菜 就是经典款虾油系列了 细嫩的姜豆 萝卜条 黄瓜条 还有小辣椒 经过虾油的浸泡后 变得鲜香四溢 回味无穷 眼前这一排排 有年头的大缸 就是孕育出 虾油虾酱的地方 打开盖子 原材料的鲜味 瞬间扑鼻而来 因为咱们是洋海嘛 离海边特别近嘛 这个当地的主要 就产这种小虾 小乌虾 我们就利用这个 小新鲜的小乌虾 酿造的这个虾酱 每年基本是 到三十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收购 这个小鲜虾了 正常的是 一百五十斤左右 非常短的那种 小黄瓜 用这个虾油 给它浸泡之后 那个味道就是 最传统最古老 也就是乾隆 当时吃的 就是这个场景 锦州小菜的历史 非常悠久 距今应有三百多年 从清朝起 就有人家 靠贩卖虾油小菜为生 后来它还被当作 贡品 进贡朝堂 虾油小菜 到底为啥 这么受追捧呢 这离不开 对原材料的高度把关 虾油的制作过程 非常讲究 为了口感最佳 必须严格控制 发酵时间 这个是18年的 陕月粉 你看现在上边 飘着小油 我们这个就下 那个一个网着 一个漏着 马上这个就可以 拎油了 它通过这个 长时间的晾晒 发酵 我们这不断地 给它去打爬 这一片就有 二百多缸 我们在后边 还有一片 这一共呢 一千五百缸 一缸也就做出 个一吨左右吧 在陵海市锦州百合小菜的 加工厂里 不光保留了 最原始的工艺 现代加工设备 更是齐全 一罐罐包装精美 清脆爽口的萝卜小菜 从进入车间 到成品装箱 仅仅需要四个小时 咱现在看到的 这个机器呢 是作为那个 软材料的一个 首要的一个 清洗的环节 粗清洗 这洗菜机里面 也都是 用那个毛刷 进行清洗的 根据每个产品 它的要求 它的特性 去做它的那个处理 为了保证干净 萝卜在进入 每一道加工过程前 都需要重新 过机器 水洗一次 并且还要进行 多次严格的筛选 把不合格的萝卜 分剪出来 淘汰掉 它现在把这个 两端贴去 然后把像这个 里边这些不规则的 有这些扳痕的 把这些都给它处理掉 这个每天加工的产品 是哪个农户 种的大种的萝卜 我们整个那个产品 从软料 根中 都是有可追溯的 加工设备上的 这种黄条萝卜 已经经过了 足足三个月的 漫长腌制 从原来的白萝卜 浸泡上了一层盐味 变成黄色 只有这种高标准萝卜 才能作为 小菜的原材料 我们最终呢 就是想让这个产品 一定要做到安全 让消费者 吃到安心 放心的产品 现在我们这个 整个加工过程呢 它都是有一定的标准 制动化程度 也非常高 百合小菜 加工厂里 既有传统工艺 制造出的虾油虾酱 又有现代工业流水线 生产出的精美成品 通过加工者的层层把关 严格筛选 如今 锦州百合小菜 已经成为当地的 明星产品 说起来 大家知道 这个南北之间 这个口味是有差异的 比如说这个南方 喜欢偏甜一点 北方呢 喜欢偏咸一点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锦州小菜呢 是偏咸的 它又怎么进入 南方市场呢 接下来啊 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他们这个发展历程 多吃点这个 这是那个 里边是姜片 姜片吃着健康 张继红是锦州百合食品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今天正赶上父亲 带着一帮老朋友 来试吃新品小菜 女儿张继红 正介绍着新成品 对品尝一下 那个涮都没有涮味 一百多种 其中分五大系列 它系列呢 有咱们那个 虾油口味的 糖醋的 有咸的 传统的 酱油口味的 还有现代的 比较酸甜的 清淡的 锦州百合食品 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3年 张清文 是当初创建 百合小菜的创始人 最开始的百合小菜 都是散装售卖 那时跟父亲 闯市场的张继红 还是个21岁的 小女孩 当时我们也是 跟迎合这个 那个时代吧 那市场吧 我们是用大猪筐 把这个咸菜 装个塑料袋 也没有蒸空 也没有什么的 就割塑料袋一计 就是在沈阳南二市场 批发嘛 我们就在那个市场里 卖的第一车咸菜 和许多咸菜 加工厂一样 百合小菜 在创立之初 面临一个 让人头疼的难题 咸菜咸菜 北方人更喜欢吃咸菜 南方人饮食清淡 对咱北方的咸菜 基本无感 该怎么融入南方市场 一直困扰着张继红 大约得有两年多的基础 这两年多确实是销量又小 费用投入的又大 我们带着那个专业的那个推广团队 到那个大商超啊 或者是小区密集的高端小区域啊 做一些试吃 免费的去品尝 免费的给去搭正产品 但凡有活动 展会 妇女俩都会带着产品去参加 每一次回家之后 再重新根据客户反馈 来调整小菜的口味 经过反反复复的调试 终于2012年 妇女俩啃动了一块硬骨头 百合小菜 打开了在上海的销售市场 如今 锦州百合小菜 研发出各种各样的新产品 甚至同样的包装 同样的小菜 针对南北方不同的消费者 做出了不同的咸度 不同的口味 东北人 北方人 他口比较重 你做口味淡了 甜味重了 他接受不了 东北销 我们就用高燕度 基本都是在适度左右 我们在南方销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燕度要调低了 调成三度燕左右 百合小菜 不仅专做小菜 为了拓宽市场 扩大消费群体 在2019年 公司上市了新产品 虾油鸭蛋 和海鸭蛋 咱们印象中的咸鸭蛋 都非常咸嘛 一个半打鸭蛋 可以吃顿饭嘛 但我们的鸭蛋 就是口感不咸 油还多 吃起来还不腻 正常的这个鸭蛋 吃之前是 加热是效果最好的 加热之后呢 它那个 里边的黄不硬 从一个产品 到如今的白煮产品 从当年的 只有咸菜 变成了如今的小菜 休闲食品 锦州百合小菜 走过了第27个年头 这里不开张继红 对父辈精神的传承 对新产品的研发创新 这个就是姜片 我们都叫樱花姜片 就是年轻人都喜欢吃寿司嘛 这个是跟寿司吃起来 会把寿司的味道 更进一步提升 这金正宫呢 更适合年轻的消费者 尤其00后的那个年轻人 小菜未来的发展理念 也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百合小菜 百合百味 吃百种小菜 品百味人生 下面时间呢 和乡亲们再说一下啊 就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和辽宁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 共同打造的富宏之下 文化惠民广场演出的系列活动 已经走进了辽西 将在6月28号的18点 在富京的万大广场 再说一遍啊 6月28号的18点 在富新的万大广场 6月29号的18点 在这个朝阳万人广场